現在仍在做一些調查程序 我們都需要去聽證 以及去學校見相關人員 做一些調查、搜證 現在仍未完成這個程序 我們現在因為牽涉的人都比較多 我們要逐一落後跟他們談 談完之後做一些不錄 我們還會回去看法律同事的意見 我們其實都會盡快完成這個程序 他又說事發至今一共收到十幾位幼童家長求助 當中包括希望為幼兒提供心理輔導 又說事件發生初期 局方抽調一名中文和一名浦文心理輔導員 協助學校過渡 目前學校已經增聽人員 當局會繼續關注情況